- 迟到末世路 - 迟到末世路 - 哈嘍大家好,我是陈吉 - 今天要來玩這款新的短篇遊戲 - 叫做迟到末世路 - 先提醒大家 - 介紹說到 - 這款遊戲有小小的微微的BL清潔 - 如果你是比較敏感的人的話 - 你可以跳過這邊 - 那這款遊戲非常的短 - 玩完一輪大概只要15分鐘 - 但是它有四個結局 - 如果全破大概要40分鐘 - 也是遊戲介紹說的 - 但是通常我們全破結局是不可能 - 皺褶遊戲 - 那個皺褶推薦的時間 - OK,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 它就說 - 這款遊戲其實不太需要解謎 - 反正就是脫逃脫逃就對了 - 然後 - 它故事設定是主角都是俄羅斯人 - 但是背景一樣是在日本 - 那我們一開始聽到了 - 電話聲 - 啊,喂喂喂 - 這個藍色頭髮的主角 - 藍色黃色頭髮的主角 - 藍色黃色頭髮的主角 - 叫做謝廖莎 - 非常神奇的名字 - 俄羅斯名字 - 是我 - 喔,哈里頓嗎 - 嗯,你沒忘記今天的約定吧 - 嗯,你沒忘記今天的約定吧 - 我記得很清楚呢 - 十點在優望百貨公司前面對吧 - 嗯,不要遲到囉 - 不會啦 - 你這混蛋 - 這種說不是每次都遲到嗎 - 那我每次 - 十次裡面只有八色而已吧 - 幾乎是沒事了吧 - 為什麼不早個三十分鐘出門呢 - 不是啊,我以為 - 再遲到了前一秒可以趕上 - 真是不可思議呢 - 不可思議的是你的腦袋瓜裡吧 - 聽好了,今天要是宅根給我遲到一分鐘 - 我就宅了你 - 呃 - 挖掉了 - 所以是在看看我們能不能在三十分鐘內出門嗎 - 提早三十分鐘出門 - 要不然我們就會死掉 - 之前因為我遲到的怒意 - 一次爆發了吧 - 只有今天絕對不能遲到 - 雖然今天不能遲到的理由 - 並不只是這個 - 我們今天是要幹嘛 - 忘記了 - 總之準備一下 - 那個東西也要記得帶 - 好可愛喔,這個頭髮 -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人物 - 太長了,我不太喜歡 - 這有計時嗎 - 被熱帶與療癒了身心啊 - 好可怕喔 - 總有很緊張的感覺 -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 - 啊,那個東西應該在這 - 密碼是什麼來著 - 好像是什麼日期吧 - 咦,錯了 - 查了密碼是什麼啊 - 討厭 - 自己家裡的密碼不要忘記好不好 - 啊,是以前的照片 - 二月三十號 - 這張照片好懷念啊 - 是十年前拍的 - 那個時候妹妹們天真又可愛 - 弟弟也沒那麼火爆 - 時間流失真是殘酷啊 - 哪一個是弟弟啊 - 每個看起來都很美 - 到底是誰 - 弟弟 - 哪一個是弟弟 - 三隻看起來都很可愛啊 - 中間那個是他吧 - 每個睫毛都藏得跟什麼一樣 - 請問哪一個是弟弟啦 - 是最下面那個嗎 - 欸我穿過的沙發是怎麼樣 - 我居然穿過沙發 - 我們來試試看 - 那個 - 照片上的密碼 - 欸錯了 - 等一下 - 哼 - 喔是三十啦 - 對不起 - 我腦子有動 - 哼哼哼 - 我馬上就忘記了 - 嗯 - 也是錯的 - 哇 - 欸這個還沒看 - 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 - 欸 - 欸 - 欸 - 這個門怎麼長得有點詭異 - 哇 - 欸 - 這條路是什麼 - 這是一個回廊嗎 - 為什麼家裡有這種回廊 - 上鎖 - 為什麼你們家到處都上鎖啊 - 這是什麼東西 - 為什麼要用這麼緊張刺激的音樂好可怕喔 - 像這種縫隙最容易有那種黑黑的有光澤的會爬去的生物可怕 - 我不想知道那是什麼 - 超噁的 - 什麼東西都不能看 - 湯勺 - 家裡面只有我會去碰的廚具 - 這是啥 - 他們家的格局也太怪了吧 - 上鎖了 - 太亂了吧 - 這裡 - 馬桶 - 沒什麼尿液 - 紙巾 - 圈髮夾 - 通通丟在這 - 他們家一家有這麼多口 - 應該 -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房間 - 水壺變成裝潢的一部分了 - 等一下 - 這裡不是浴室嗎 - 為什麼浴室放水壺啊 - 超滿問號 - 現在沒空洗澡 - 這裡這個房間到底是怎麼回事 - 這裡上鎖的是其他人的房間嗎 - 我可以直接出去嗎 - 什麼都不帶就直接出門 - 怎麼了 - 被鎖起來了 - 打 - 打不開 - 登登 - 為什麼啊 - 竟然從內側打不開 - 就最後被鎖起來了 - 只是一看 - 被安裝了一個沒見過的鎖 - 是怎樣 - 發生什麼事了 - 看到鑰匙可能就代表 - 要找到鑰匙才能打開是嗎 -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啦 - 妹妹他們會不會知道些什麼 - 總之打電話給二妹 - 嗶嗶嗶 - 妹妹接電話 - 嗶嗶痾 - 便chw -然後就接起來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 血 - Chancellor - 幹嘛 - 軟打 - 不是啊 - 那個大門變得有點奇怪 - 很奇怪啊 - 死 - 這是怎麼回事 - 那個啊 - 昨天姊姊裝的 - 誒~~~為什麼 誰知道,他已經做得一塌糊塗,所以沒辦法正常思考吧 你知道你解罪了,然後再裝鎖,然後你還不管這個嗎? 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幹嘛? 你也一樣吧? 呃,也是啦 你們一家人都這麼怪嗎? 誰鎖起來的,明明就我在家,內側被反鎖不是很奇怪嗎? 那個似乎是鎖的外側內側也會一起上鎖的裝置 欸? 好像跟外側的鎖同步詳細情形我也不清楚 今天早上跟姊姊一起出門,所以殘的免雨被關在家裡 你沒想到我嗎? 你不是宅在家幾乎不出門嗎? 所以我覺得不成問題 平常的行為橘子會帶來災難 好好反省 為什麼我會變成溫神啊? 今天我必須出門一趟,上腦筋,鑰匙放在哪裡? 不知道 我想應該會有備份鑰匙吧? 只有姊姊知道不是嗎? 要開始上課了,我要掛了,不要再打來囉 好冷血的妹妹喔 那應該打給姊姊不是嗎? 打給裝鎖的那個姊姊,雖然她喝醉了 那個傢伙在工作中,打給她絕對不會接 那就找鑰匙囉 難得不會遲到,可是不想被砸了,只好找到鑰匙 鑰匙 啊可是這裡不是都被鎖起來了嗎? 澆個水會不會好一點? 好,我們澆個水 可是我媽要用什麼裝水啊? 水壺水壺 水壺 好,你裝水了嗎? 好,裝水了,現在裝 裝好久喔,快點好不好 我很緊張欸,這下可以澆花了 好,我們先澆個花吧 澆個花可以給我個鑰匙嗎? 你看,好喝的水來囉 要恢復精神喔 她是不是也有點緊張 所以有點精神錯亂 虧她的縮圖看起來挺帥的 嗯?有個發光的東西 得到鑰匙碎片 B! 鑰匙碎片 為什麼是得到碎片啊? 竟然得到鑰匙碎片 也太令人難過了吧 我們不能檢查一下馬桶裡面有沒有 鑰匙嗎? 我的物品 她要17歲欸 笨拙的社會人 好好笑 手指虎 全部卸下 不要穿衣服了,別穿了 嗯,長到下一個年齡還需要 諾諾又不會茶顏觀色的宅男 存檔 好 呵呵 充滿問號 累積,好整理 整理應該會找到一些東西吧 拜託給我一些東西好嗎 妹妹們的衣服 這負責性實在很丟臉啊 可是會架不出去的 不行我覺得這個遊戲已經過長太久了 而且過長都沒有什麼驚喜 乾淨多了 蛤? 竟然沒有找到任何東西嗎? 真理很難過 她是踹了門嗎? 怎麼打不開連浴室都鎖起來了 找找能當鑰匙的東西吧 法家啊 法家不是可以當鑰匙嗎? 不行 哇,可以使用物品嗎? 鑰匙碎片B 不行 也太令人傷心了吧 這世界感覺非常的無奈 嗯?有東西嗎? 不要看那個啦 什麼?不要 這是對戰嗎? 不行 不行 等一下,不對我按錯了 我沒有要對戰 逃跑 不能逃跑 我的天啊 防禦工具 好啦,攻擊她 等一下她的血有多少啊 莫名其妙 哈哈 天啊 我們不要跟蟑螂對戰這麼久好不好 欸為什麼她都沒受到傷害啊 喔有了 好,她死了 打個蟑螂還打這麼久 一下就要讓她死啊搞什麼 呃 被蟑螂吃下的十塊錢還是不用拿比較好喔 最好整個拿去丟掉喔 這個世界實在是太可怕了 冰箱是最適合放上面有丟的地方 但是冰冰的還是有種營養感 喔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把鑰匙黏起來是不是 咖啡酒和黑咖啡 咖啡 真的是很尷尬欸 我還是回到了我的房間 亮晶晶的東西存在水底 蛤 是我還要找一個東西把它勾出來嗎 最近的節目都好無聊 想抽煙 嗯 抽吧 畢竟在那傢伙前不怎麼抽煙 現在哈一口波 啊 尼古丁流傳到身體的個個部位 爽快多了 就這樣嗎 第二根就算了 超級沒意的啊 到底在幹嘛 那密碼到底是什麼啊 日期 有訊息 有訊息耶 看一下 好久沒有收到公會的消息了 各種不妙我看看 如果你情緒冷靜的話 在一起去送夜吧 愛心 充滿問號 還是前面那個 對齁 那個是下學日 算是12月嗎 好 那我們試試看12月吧 好的 得到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是 喔 是禮物耶 悄悄準備的禮物 所以是對方生日嗎 那10元1V可以幹嘛 然後我們還要找一個東西 撈金魚 天啊 人生真是困難 不是撈金魚啦 撈水族箱裡面的東西 湯勺 好 又湯勺拉 莫名其妙用手拉就好了啦 是說手太髒的意思嗎 應該還好吧 把亮晶晶物品掏出來 我覺得心好累 我已經15分鐘了 得到鑰匙碎片A 有A跟B就可以黏在一起了嗎 還是要更多的碎片 我已經過了15分鐘了 我還沒有破關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那我現在該怎麼辦 該死的 隔壁的屁孩 吵什麼東西啊 竟然還要跟隔壁的屁孩說不好意思 那我現在要幹嘛 我已經全部都調查過一次了 可是我還是不知道要幹嘛 衣服洗好了嗎 這遊戲竟然有四個結局 到底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就是 在於有沒有帶禮物 那那其他的 喔把石原 石原開什麼嗎 石原也太大了吧 西法清太貴 那是重點嗎 好得到了妹妹房間的鑰匙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 為劇情 劇情需求而散落各地的鑰匙 唉唷一開就中 得到繩子 什麼 該不會是昆芒不類吧 你能馬上想到這個也是 不是也要先考慮一下妹妹的精神狀況嗎 覺得用鐵絲之類的東西可以輕易撬開 好 鐵絲 拷問的歷史 完全他殺手冊 全世界的獵奇殺人事件 女高生竟然在看這個東西 希望她不要被犯罪者 看吧 我就說應該要先關下她的心理狀況 等一下為什麼那邊會過不去啊 所以這代表這邊沒有重要的東西 繩子 這裡面的東西有算是繩子嗎 得到了法家 為什麼一個門就是要用十元一臂開 然後另外一個就可以用法家 莫名其妙 史太緊急原諒我吧 神秘小寶盒 開著 得到抽屜的鑰匙 竟然在需要上手的地方找到了需要 另外一個需要上手的鑰匙 得到了鑰匙碎片C ABC可以組合了吧 可以了 好 大妹房間的鑰匙 你們一家真的是非常的散 散亂 有好多什麼結婚雜誌的 情報 情報雜誌 可是他沒有對象 為了愛面則買了吧 太令人難過了 看起來都是 被客人包養送的 發現了一本日記 會不會寫著鑰匙所在之處呢 對不起讓我瞄一眼吧 今天喝酒喝過頭了 車站前面開著新酒吧 老闆長的冷峻穩重是我的菜 快變成你的常客了 妹子就期待落空 可惡賀年卡全部槓咕咕咕咕 下面有個號碼通常會在1月的時候開始抽獎 齊之上有多少紅白條文和星星的個數之前不會打開那個包盒 OK 好他裝了奇怪的東西 看重點就只有裝了奇怪的東西啊 然後沒有後續 這裡可以出去嗎 哇你們家好高喔我的天啊 用這條繩子或許就能到夏令了吧 天啊 4點 呃等一下 先等等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還要把他的那個調查完 輸入密碼形式的裡面會不會放著什麼好東西呢 欸喔是同一個東西 骯髒的房間 好我們再看一次這個日記 我們從這個日記選一些日期來打好了 1月3號 1月6號 嗯 2月19號 應該是最後一個吧 1.2.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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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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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10號跟13 10號1320 呵呵 哎呀 都錯了 算我們應該要去調查一下是嗎 旗子上有多少紅白條文和星星個數 所以是要去查俄羅斯國旗嗎 旗子上有多少紅白條文跟星星個數 旗子 是指什麼旗子啊 家裡的 是家裡有的嗎 旗子 是 等一下 先辦啊 剛原本想說會不會是國旗之類的 可是有星星又有橫條文的是指哪裡啊 他說他們是俄羅斯人可能 可是俄羅斯上面沒有 沒有沒有星星啊 這裡也沒有旗子啊 奇怪 我永遠都解不開姐姐 妹妹房間裡面的 這個密碼 先等等 這個瓶子 瓶子 盆栽 都沒有東西欸 算了 我這局我要先放棄 我要直接下去了 再見 世界再見 很好 做好絕物了 下去吧 哈利盾 嘟嘟嘟嘟嘟嘟嘟 逃脫中 相當有難度 應該是平常運動不足的後果 說好的15分鐘破壹關 我現在都已經過25分鐘 趁過這次要去看電影 遊樂園 痛快的好好玩一玩 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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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哈哈哈哈 呵呵 一個很累的感覺 我也覺得很累啊 慘了 怎麼樣你要掉下去了嗎 天啊 摔爛了 我的天啊 我竟然走了壞結局 太厲害了 我玩了25分鐘 竟然得到壞結局 這樣是對的嗎 那這畫面也太久了吧 你也好歹給我寫一個結局之類的 在這個畫面上 呵呵呵 哇 欸喔 我沒死喔 呵呵 那那應該不是壞結局吧 是嗎 可是感覺剛剛那個血流的有點多耶 你是咒絕的呆子吧 蛤不是啦 沒想到會掉下來 我為了不要遲到已經拼命的 你打個電話給我不就好了嗎 這哪裡沒辦法 事出突然我是不會生氣的 你弄不好可是會死掉的耶 大笨蛋 呆瓜 呆細胞 白痴 嗶嗶嗶 叉叉叉叉 哈哈哈哈 不要這樣嘛 哈里頓很扎心的 尤其是最後說的那些話 我會死的 從四樓掉下來蛋蛋不死的傢伙 會因為這樣就死嗎 我看你還是乾脆死一死算了 你太可愛了吧 我有多麼擔心你知道嗎 笨蛋 喔呵呵 欸 我要回去了 欸你不來過夜嗎 這沒去 為啥我非得要跟你一起睡啊 我沒有說要一起睡啊 死神 哈哈 阿不要害羞阿 他真的走了 死定了 不做些什麼補償的話 也許他會跟我絕交 不會啦 呵呵 過去的事情就算了 以僥倖得來的休息日的心情 充分享受住院生活吧 阿你不是還帶著禮物 快給他 喔 完蛋了 果然還是壞結局是嗎 這是你的藍獸 那那是什麼 然後就被送來你隔壁了 還是他已經來不及了 喔 真的還可以了 不行我覺得好好笑喔 這遊戲為什麼要這樣子 他一直有一種 哈哈 害我覺得好像要很糟糕的感覺 結果都沒有 我一直被他騙 從一月飛奔出去 結果被車撞了 你笨到讓我簡直無力吐槽 實際生生 好可憐喔 我才不想被你這麼說了 但這次確實是我 一次用事了 你害羞也衝得太遠了吧 你離開這個房間 就可以停止害羞啦 真是的 哎呀你沒受什麼傷 真的是再好不過了 出院之前這段時間 我們就好好相處吧 因為要不要這麼歡樂啦 真是的 有點大聲 關小聲一點 好這樣差不多 喔 你 你快點好起來吧 你自己才是耶 你這個被吹火的傢伙 你才是 我覺得蟹六沙 他的 就是他旁邊他的立會 我覺得 真的是比較帥一點 所以 我們的哈里頓會臉紅 也是應該的 但是蟹六沙的個性 實在是太好笑 是普通結局 是不是有帶 有帶禮物都是普通結局 我決定第二次要直接去中了 好我們從繼續遊戲開始 然後 這邊是什麼啊 我現在有任何的 我有一個碎片了 然後另外一個 我記得蟑螂裡面 有一個碎片 然後 我的水族箱裡面 有一個碎片 好我們先來拿水族箱裡面的碎片 我知道 是不是他配了這個 很動感的音樂 我就會不自覺的很緊張 然後我講話就很快 然後就會有一種 隨時都快要爆音 跟破音的感覺 我很抱歉 我不喜歡這樣的感覺 可是 我就很容易被環境所影響 我沒辦法 就是放慢我自己的步調 所以我果然還是適合玩恐怖遊戲 恐怖遊戲 就是除了追逐戰之外 的其他氛圍都會比較 就是 至少聲音會比較慢 我要怎樣才可以看到那個啊 蟑螂 我是不是應該要先整理房子 好我們來整理一下這裡吧 算了 我再確定一下可不可以現在去 去 殺蟑螂 好有 我們可以來跟蟑螂對戰了 恭喜蟑螂 他為什麼不受傷啊 快死一許把蟑螂 大概好像要成功攻擊他四到五次吧 兩次 三次 快死了四次 好 我們要從蟑螂裡面撿到十塊錢 來去打開那個門 實在是太廢了 好然後 可以從浴缸裡面拿到鑰匙 欸可以沖個澡 好喔 可是我現在應該不需要沖澡 因為我想要拿的是換解局 不需要沖澡 好 然後先去妹妹房間拿個 繩子 然後拿 髮夾 這遊戲真是麻煩 呵 欸話說我剛剛是怎麼存 我想存檔好像就可以存檔 好我們先拿到這個好了 抽屜的鑰匙 呵 心好累 好 好 那我們先在這邊存檔好了 好 然後 合成鑰匙 那我們直接跳下去吧 不拿禮物直接跳下去 應該是可以的吧 下去吧 等著我哈里頓 我們又要再一次 補好戲 聽起來骨頭都斷了 肉都碎了 看這個圖還維持這麼久 害我以為他已經死掉了 結果居然沒有 還是你這一次會真的死掉嗎 還是你這一次會真的死掉嗎 怎麼辦這兩個是一樣的結局嗎 不管我有沒有帶我的小禮物 怎麼會這樣 這兩個結局居然是一樣的 好吧 我浪費了我的五分鐘 讓大家跟我一起浪費五分鐘吧 我們得到了一樣的普通結局一 那我們還有好結局一 壞結局一 還有另外一個普通結局二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開始玩吧 這是令人傷心 那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